国民党黄复兴黄荣华七区党部举办110年庆祝双十国庆国旗飞扬瓦拉米建走活动 鼓励民众接近大自然在轻松自然环境当中可以增进党员的互动 黄复兴黄荣华七区党部办了110年庆祝双十国庆国旗飞扬瓦拉米的建走活动计划 鼓励民众接近大自然在轻松自然的环境当中增加党员互动 建走瓦拉米步道那也希望我们的党员以及民众能够多清静大自然 那也对在南安活动中心观赏了这个生态的影片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党员们都能够尽自己一份保育生态的力量 然后维护我们这一片美好的好山好水的环境 后招了百位的党员一起在国庆连加这天来到瓦拉米步道 带着国旗建走一路到扎西 并且看完南安生态影片之后 党员都能够爱上这片土地 也就这一次的活动让我们的党员能够舒展身心 那在这防疫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把党员带到户外来 让大家能够清静这个自然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放松一下这个心情 这个活动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党员走出户外 接近大自然 以扩展视野也借这个活动让党员首牵手新年薪 在齐驱的山间小道相互扑持 相互照顾 情感交流 增进情谊 记者高雙雙卓西湘采访报道 有下壳地方 就像这一样 然后 我们下坡